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在兩週內做健健性斷食的成果 那先講結論好了 我覺得成果是非常的好 我先讓大家看看我這第一天的身體狀況跟最後一天的身體狀況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在體脂方面降得非常多 好的 這是實行健健性斷食的第一天 你可以看 我差別最大的我覺得就是肚子 現在肚子就很油 這個是我健健性斷食的第10天 可以看到我肚子的油已經消了非常多 我的線條都算比較有回來了 雖然下腹還是有一點油 那這個是第14天 然後線條都更明顯 好啦 看完之後是不是覺得差距非常的大 其實這個成果也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大家聽到斷食可能會覺得很困難 可是我自己採用的是168的斷食 那就是等於16個小時是不可以吃東西的 在你進食時間就是控制在8個小時之內 那我自己是控制12點到8點是我可以進食的時間 等於就是我略過早餐了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別的方式 譬如說你覺得你想要早一點點 10點到6點其實也是OK的 就是你選擇 你一天24小時當中的8個小時去吃東西就可以了 這8個小時之內呢 基本上我是吃任何我想吃的東西 當然你說那種非常高熱量的東西啊 譬如說炸雞啊 你可能八點兩絲豆一直在吃炸雞 喝奶茶吃一些很不健康的東西 當然也是不行的 可是呢 基本上我就是正常的吃 你說便當未吃 有時候滷肉飯未吃 可能就是任何我想要吃的東西啦 但我還是會做一些些營養素的分配 那外的16個小時呢 我除了水、茶、氣泡水、黑咖啡以外 所有的東西我都不碰 第一天到第三天算是蠻痛苦的 第三天結束之後呢 我覺得就有慢慢習慣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身體其實也會變得比較輕盈 我是認真的覺得 嗯?身體的負擔變得比較輕 再來是我覺得 我的精神也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個人還蠻推進行性斷食的這種方式 我自己是沒有去測量那個 我的體脂肪掉了多少啊 但是我自己目測的話大概是3%左右 接近斷食的原力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人體就是在你進食後的7到10個小時內 你會把你身體的肝糖消耗完畢 過了10個小時之後呢 其實你就是藉由長時間的斷食 消耗你身體多餘的脂肪 所以一旦斷食的時間越長 效果就越好 這端看個人啦 因為也有些人會嘗試是 嗯?一整天的斷食24小時 或是48小時 目前我是還沒有辦法想像 我自己可以斷食24小時到48小時 但說不定未來我可以 那現在我自己實行的這個168斷食 我覺得效果、成果 然後跟我精神上面的改善 也都非常的有幫助 那就還蠻推薦大家 可以嘗試看看如果正在剪製的人 掃描骷擾扣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小鈴鐺 開起來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